我再請教一下這個馨玫 就是那妳覺得對妳的感情 或者是對婚姻有影響嗎 有 就是我會 因為我跟我 大家都聽到我的成長故事 都知道說 其實我們有時候有一些傷痛 不願意去把它歇開來 我們就會用開玩笑的方式待過 然後也是這樣嘻嘻嗨 跟媽媽半開玩笑的長大 但是我們家三個小孩 不同的個性 其實我媽都是針對不同的個性 在跟 陪伴我們成長 她都會跟我半開玩笑 會變成說 我對我媽最大 一直到現在 我媽現在很健康 很人很好 在家看電視 可是我心裡面 對她最大的虧欠 就是我真的從來沒有 像小妹妹那樣子撒嬌跟她說 媽媽我其實很愛妳 妳不要把她撞過 我沒有 我們家以前 我媽是那種開門進來對不對 我妹妹是衝到那個家門口打開門 然後拖鞋放在腳旁邊 媽媽妳回來了 媽媽我好愛妳喔 然後我在旁邊 我都是那種很冷酷的 在旁邊看電視 我說晚餐都快吐出來 就是我是這樣喔 但我心裡好羨慕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 那妳妹妹差妳幾歲 八歲啊 那我妹妹就最小的 所以她可以盡情的撒嬌 我就很驚 我就一直在跟我媽裝褲 然後就在跟我媽說反話 我在我以前在學校是畫畫 母親節得... 我以前在學校拿過很多獎 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母親節圖畫比賽 我有得獎 作文比賽沒有 因為我都寫禮物 可是我畫畫 我畫得很清楚 我畫她在幫我洗澡 因為我小時候我記得 我小時候住保母家 她跟我沒時間顧我 她很難得一次幫我洗澡 我印象深刻 我一直寄到小學三年級 我還畫畫還得獎 所以其實我很想跟她說 媽媽其實我很愛妳 但是我說... 講不出來 對 然後你看我對媽媽都這樣了 我怎麼可能會去對... 妳覺得如果妳這樣跟她講 她會回答什麼 我媽媽... 我媽媽就會... 我媽媽會以前... 以前小時候應該會說 問我是不是又要跟她拿錢 現在長大應該會說 你是不是 對 有什麼委屈 對 你是不是又需要我幹嘛 你知道我媽會說 你是不是又要叫我去幫她保險 有什麼毒 因為她那個勞退不是 現在也可以一次領 你是不是要叫我去幫我的保險 一遍都給她領回來 一次領回來會比錢 所以變成說 我很不會跟人家告白 我超不會 我以前喜歡人家 我都故意去跟對方開玩笑 去吸引人家注意 然後我跟那個喜歡的男生告白 有時候他都覺得我在開玩笑 而且我還... 因為妳開玩笑習慣 對 我還都選農曆七月那種 我印象很深刻 要不要跟我交往 對啊 那個時候你知道我都選 那種比如說暑假嘛 暑假想要談戀愛 然後我就會先問那個男生 我說要不要去看電影 那那個我們去看鬼片 聽說最近很紅 鬼片才會抱在一起 因為太嚇人了 然後他就說 我印象最深刻 他就說那個鬼片 我很喜歡看 有很恐怖嗎 我說有啊 不然我們去看看 他說不恐怖 那個男生可能不知道是真的 想拒絕我還是怎樣 想說不恐怖 我不去 我說我跟你講一個更恐怖的 他說什麼 我說我喜歡你 那個男生都會說 好恐怖 類似 我連告白都要用鬼故事 去演示 我真的是 然後好不容易 有啦 有談戀愛的時候 我連告白 我也很難跟另一半說 其實我很愛你 沒有 我真的沒講過 我都要寫卡片 或者是傳訊息的時候會 我連講說 我就說我好愛你 然後對方都覺得好虛偽 我這麼沒話 我這麼沒話